這邊應該沒問題的話 這邊應該會出現串接跟輕組 是中文的 可是我剛剛有改了一個地方 但我建議那個地方不要改 哪個地方 切過來之後你會發現 它原來這邊的Function有沒有 其實理論上 它預設叫 第一個叫買Function 有沒有 那第二個取消叫買Function1 這個我發現 好像改了之後會出問題 我剛本來 我之前在別的地方改都沒有問題 但是這邊的環境改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這個再看看 所以呢 可能剛剛有同學 如果發生問題的話 暫時這個地方不要改 OK 這個先把它維持 那我們正常狀況 如果要執行它的話 你會發現在哪裡 聚期裡面會出現 就是串接有沒有 這邊就可以按了 如果在這邊執行 理論上應該就沒有錯誤 如果這邊執行一下串接 它就輸出了吧 沒問題 那這邊的話 就是清除 OK Ending沒問題 那只是說 最後 因為今天我們最後呢 會需要有個Final 就是結果的話 那我會希望 有點像之前 我們在做那個VBA一樣 這邊呢 請你加兩個按鈕 一個叫串接 一個叫清除 然後按下它呢 自動怎麼樣 去執行剛剛的動作 其實這個應該也不難找啦 所以真的 像這個環境 所以真的 對我來說也是滿陌生的 OK 所以有些功能 本來就是說 我們有這個需求 那我們怎麼知道 怎麼做 其實就是試嘛 所以有些東西 本來不知道的 那就是試就知道了 OK 所以 像坊間也有類似的書籍 不過不多 而且你會發現 像寫這方面的書籍的作者 其實滿辛苦的 為什麼 因為他才剛寫完 沒多久呢 Google這個環境又變更了 所以他那個書上面 他勢必一定要改版 有沒有 像我剛剛跟各位講 本來 這個指令碼 他是額外在別的地方 那現在呢 他把它加進來了 那也就是說 將來呢 Google的所有的程式 其實都會有指令碼編輯器 也就是說 你所有像Google地圖 像Google的相簿 諸如Google YouTube 他其實都可以讓你做 程式的編輯 也就是說 裡面都可以做自動化 也就是說 以前你可能要花很多力氣 才能夠把這些雲端 整合在一起 那現在你只需要把程式寫出來 他就自動整合在一起 這是一個目標 那至於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我們先從比較簡單的地方開始 那這邊特別注意 點擊工具裡面的指令碼編輯器 不 如果我要加兩個按鈕的話 所以你先確定一下 這兩個OK 再來的話呢 如何加兩個按鈕 那之前呢 我們VBA是什麼 插入按鈕就OK了 可是 其實在Google裡面 如果要加的話 那其實我是想了一個方法 這個也是我自己想出來了 那不外乎就是什麼 你就插入圖片 或者是插入那個 我是找到那個揮圖 看看裡面有沒有 我看一下 裡面的話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這邊 就可以讓你畫 揮圖 有沒有 那比如說文字方塊 有圖案 那看起來好像文字方塊會比較接近 所以我就試了一下用文字方塊 那可以把它點一下 然後拉一下 比如說你要多大多小 這個跟那個之前 這個VBA那個還蠻像的 那差別就是說 這裡面要打字 比如說我想要打 這個串接兩個字好了 比如說這個按鈕按下去 就等於是 去執行串接的那個巨集 OK 所以呢 那一樣就把字打上去 只是好像 其實那個 友善的程度好像沒有VBA 那麼 那第一個 這個字打上去 我如果要字中的話 那當然這邊的話可以 找到那個字中 看有沒有 這邊有字中 有字中 OK 好 那就串接了 文字方塊 那再來的話 就是把它 指到那個 我們的這個程式部分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先把剛剛的那個具體先確認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把按鈕再加上去 最後的話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們執行的話 我是建議你不要從這邊後面執行 從這邊執行好像會出問題 所以你就執行的話 記得就是說 你知道一下這邊有一個指令碼編輯器 然後點擊進來的話 這個應該知道一下程式方這邊 那我們錄了兩段 一段是買Function 一段是買Function1 然後他們有幫我轉換成另外一個名稱 那這個第一個 執行的話 其實我在別的電腦上面執行 這個動作是OK 可是在這邊的電腦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全線問題 好像會有出錯的狀況 好 那所以呢 你們執行的話 建議是從這邊執行 清楚 好像剛剛有同學 從後面這邊執行會出錯 可是從這邊執行沒有問題 那不然我們就先從這邊執行好了 OK 所以第一步OK了 好 那第二步的話就是做按鈕 按鈕的話呢 我們特別注意 除了說你可以從那個插入裡面有個繪圖 我剛剛講 那繪圖你可以從這裡 不過後來發現文字方塊 弄出來不好看 好像比較好看的應該是從圖案 裡面的話有一個叫什麼 圓角的 有沒有圓角矩形 OK 那你可以用其他的 這邊有一堆的 你可以試 然後這邊可以點一下圓角 圓角矩形的話你就拖拉一個 這個的話叫什麼呢 點兩下 它有時候會這樣 就是它好像點太快了 那再一次喔 它有時候呢 因為這個東西放雲端上面 所以有的時候 你太快了 它有時候來不及同步 會發生錯誤 所以你就重來一遍就OK了 好打開 複製最近編輯內容 因為雲端喔 那這邊呢 我們可以打字喔 點兩下 裡面就OK了 所以有時候你如果遇到剛剛的問題的話 從來 因為雲端喔 有時候那個主機會發生錯誤喔 那這邊呢 這邊的話就是串接 然後並且把這個字喔 把它點這邊三點 這邊有一個是對齊方式 可以讓它改成至中對齊 至中之後的話 按確定就可以了 儲存然後關閉 那你會發現 按鈕就出來了 一個 你可以怎麼樣 點擊它 然後移到這邊來 並且呢 把這邊呢 的指令碼 指令一下 指令碼呢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指派指令碼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指令碼 不能夠輸入串接喔 你一定用這邊的名稱 這個叫買方選 另外一個叫買方選1 OK 那就一樣的方式 把這個指派一下 確定 那我先把這個清除 把這個清除 然後這邊按串接 這邊有了 另外一個清除的話 一樣的方法 插入 然後一樣繪圖 然後就是 我剛剛用的是這個 圓角 當然如果 你們可以試看 別的圖也OK啦 甚至一個笑臉看看 OK喔 然後這邊再拖拉一個 叫清除 然後對齊方式 我習慣是把它放置中 所以這邊的話 有一個這個點 然後這邊有一個置中 然後按關閉 它會放這邊 你就把它移到哪裡呢 移到串接的下方 不過有的時候 它動作可能沒那麼快 會卡一下 然後讓它對齊一下 這邊一樣 指派的那個名稱 就叫買方選1 我看一下名稱對不對 買方選1 OK喔 好 名稱記得要 兩邊要Match 清楚 OK 這樣 好 那就完成今天的作業練習 那最後記得喔 你要怎麼繳交 很簡單 你就繳交共用 有沒有看到 目前的話呢 警線自己 那因為你要讓我看到 所以記得喔 你這邊共用部分的話 你可以呢 取得連結 然後呢 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可以按一下 變更任何知道這個連結的使用者權限 那這邊有個複製連結有沒有 你就把這個連結喔 複製 然後呢 因為我們Poto上面只能繳檔案 它好像沒辦法貼一個連結 這個也許可以建議學校 將來是不是可以繳交作業 繳一個連結就好了 不然的話麻煩 你變成說你還是非得要怎麼樣 把這個檔案一般是貼到哪裡 你不一定貼到我的 你貼到那個記事本吧 複製運用程式裡面 這邊有個記事本嘛 你就把它貼到記事本也可以啦 OK 那就這個連結 那給我 我可以點進去看得到 那就表示你完成的這個作業 OK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所以今天的話呢 記得就是 至少你學會那個 雲端版本的試算表 的聚集錄製 OK 然後並且可以執行 並且可以插入那個 兩個按鈕 那就大功告成了 那當然啊 你會想說 那是不是也可以像VBA一樣 可以編輯程式 當然可以啊 不過跟各位講 這個難度又比以前的VBA 還要更加的困難 不過相對啦 如果說你喜歡挑戰那種 更高難度的話 你會發現這很有趣啊 那我會直接 那他直接記事本大 還省事吧 更秀 但有時候 也不要為難自己啊 找自己麻煩 OK 好 所以今天的部分的話 主要就是說呢 可以完成剛剛的動作 並且最後記得喔 在 右上角有個共用 那你就把那個共用 的部分喔 它會產生一個連結 你就把那個連結喔 複製貼到記事本 然後存檔之後呢 交到Poto就可以了 好 他沒開 那你好了 好 謝謝